英彩儿和陈小春家的Jasper已经到了上小学的年纪,真是时光飞逝,感觉Jasper昨天还是那么拿着大喇叭和爸爸对聚的小小孩。 Jasper小小的身体背着如此硕大的书包,看着就觉得负担好重。 Jasper的老母亲英彩儿在社交网络上引用《楼龙英台》的一句话送给上学的小小春,希望你用功努力,将来有选择的权利,不用谋生。 这句话说到天下母亲的心坎里去了,无数父母多么富有,对孩子的前途总是充满担忧。 这是天性,小小春很小的时候,就超级可爱,不是第一眼帅哥,却是一个很甜话的孩子。 不知道,多年后他看到妈妈把自己丑照发出来是什么感想,戴着眼睛的小小春,十分有书生气,看来长大后也是一枚斯文青年,曾经英彩儿晒出了儿子学做饭的照片。 当时他说,虽然我不会寻习书画,但我希望你能学会做饭,事实证明,英彩儿不会的,小小春是会的。 他的幼儿园毕业典礼上,拉着小提琴的小小春艺术气息很浓,替子女担心,大概是中国父母的痛病,即使是经济条件非常好的明星也不例外,你怎么看?